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在北部跟东北部的阴风面 那么这一次冷的话 预计礼拜二清晨是最冷 其实礼拜一清晨也很冷 那么最冷的时候 预估这个低温有机会达到只有13 14度 我们北部 东北部要特别注意 那么礼拜三的下半天的话 会再转成有雨的天气 但是在礼拜三白天之前 天气都是相对比较稳定 大家可以好地把握 另外就是我们中南部 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甚至是整个西半部 可能都要稍微地注意 这一次东北风南下 会带来一些境外的污染物 那么也因为转成干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比较没有雨除的作用 所以空气的情况要特别的来当心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目前台湾上方还是有一些云气 但是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 在我们台湾上方的云气 会逐渐就移到我们台湾的东半侧了 那么在我们的后方 就是比较干冷空气 就逐渐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预计天气会逐渐好转 那么比较稳定 相对稳定的天气可以持续到 礼拜三的上半天 接下来礼拜三下半天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华南又有一些水气 移动到我们台湾的上空来 所以礼拜四的话 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礼拜五水气过去之后 可能再有短暂的空档出现 所以这个礼拜天气 也是有一些变化 但是基本上礼拜三白天之前 大家是可以好好的把握的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的话 要特别注意北部在礼拜一 跟礼拜清晨是最低温 最冷的时候预估 这个低温可以下降到 只有13 14度左右 而是比较冷的 那么礼拜天晚上 温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往下降 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要这个晚归的话 可能特别注意这个保暖 另外在礼拜三开始 温度就会逐渐的 这个小幅度的回升 但是可以看到清晨低温 还是比较偏冷 大概都只有14到15度左右 南部的话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是早熟晚归的话 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一些 低温大概19到20度 中午高温大概是25到26度 在礼拜四的时候 云量比较偏多 所以中午高温会稍微的往下降 一点来到大概23度左右 另外在这个下雨的部分 最主要特别注意的是礼拜四 礼拜三下半天 好 风明云气水气增加之后 礼拜四几乎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礼拜三之前各地相对是比较稳定 只有东半部局部零星短暂生 今天晚上各地 还是有点下雨的天气 但雨是会逐渐的缓和 到明天礼拜一的时候 天气会有比较明显的好转 所以今天晚上出门 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去 另外要特别注意就是降温 那么到礼拜一的时候 可以看到各地天气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好转 大家要特别注意 清晨低温只有14到15度左右 因为我们中南部要特别注意 就是空气平质 是有机会达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